大家好 今集我會和大家分享 山滾魚腩粥 材料 我昨天吃火鍋 買了一塊魚腩 我又切了六塊 我吃剩了三塊 我現在用了它 如果有些人不喜歡自己去斬 去切 因為要做得很大力 其實在超市有些已經斬好了一塊 醃那裡我稍後再說 粥的調味有糖有鹽有少許雞粉 如果不喜歡可以不放 待會我們會放些蔥粒 薑絲 還會加些生菜絲 另外我剩了潮州粥 我放了整鍋放在雪櫃 我每次都會用來煮 我們先煮粥 因為我在雪櫃拿出來 我每次都放在雪櫃 所以我先開中火 先煮熱它 我醃這個魚買回來 如果你已經切好了 我會放些紹興酒 放些少許油 放些生粉 放些糖 放些鹽 還有些胡椒粉 如果有些人想更美味 可以放些少許雞粉 如果你不喜歡就可以不放 醃它10分鐘至15分鐘 本身是潮州粥 一定比較稠 我還有一塊果皮 我都會吃果皮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差不多可以加少許水 但是要預先預算 如果預算預算 你預算得不好 就會水汪汪汪的 待會再煮完 再加調味 由於時間關係 我這邊也加點水 待會去拌麵 好了 醬 我們轉回小火 好 我們加調味 我會有少許鹽少許糖 你自己預算一下味道 我會加些雞粉 你不喜歡可以不加 好 我們先把它煮綿 好 我們先把它煮綿 下味之後 最好試一試味道 對 對 對 味道很好吃 好 大家看到它現在很大滾 我們可以轉回小火 再下魚 不然大家很容易被蒸氣辣 我不怕吃薑蔥 如果不喜歡薑蔥的人 就可以不放薑 我照樣放進去 待會吃 我每一塊都切到不是很大塊 所以很快熟 我們可以蓋住它 其實如果外面就開著最大的火 拿開蓋去關火 但我現在這樣示範 我會調個中火 蓋住它一會兒 因為我要再做拌麵 那魚的時間大約幾分鐘已經熟 其實很快熟 因為我切得很薄 平時我會炒麵 我今天就吃營養肉 營養肉 然後我們送粥 因為我們兩人吃不夠飽 一人一碗粥 再加個滷麵就OK 就方便一點 麵都OK了 關火 避免水 我們避免水 看看這裡 已經熟了 其實已經兩分鐘就可以了 不要那麼大力動 因為我切得比較薄 OK 可以關火 熟了 好 不過這些就不是那麼健康的 那就不要經常吃了 好 拌勻它 搞定 好 拌勻了 我們就放下去 我待會會再加少少少芝麻 在表面上 好 先放在那邊 好 倒上粥了 這裡不要緊 好了 大家小心熱 好 好 那我們OK了 我就會放些生菜絲 下去 隨你自己喜歡 有些人可能不喜歡放的 那我們就 我會灑點蔥 如果不喜歡放的朋友都可以不放的 不過吃得薑蔥如南竹都應該會吃到薑蔥了 不然也會偏比較腥一點 那就是一碗很漂亮的魚腩粥 搞定了 我拿出去再給大家看 這樣就成了 一個很漂亮的薑蔥魚腩粥 當然我會加一些胡椒粉 對 加一些胡椒粉吃 每一塊魚腩都會點一些辣椒醬 再加上營養 加一些黑芝麻 我待會再給大家看看魚腩 好 我們拌勻 大家可以看到魚腩 熟了 而且是很薄的 淡淡肉 好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今集就這麼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